對 我認為政治的考量大於軍事的考量 他今天 他打的最少是兩枚的以上的 AIM-9X的這個響尾蛇的 這個追熱飛彈把他擊落 而且他的任務算 我認為是算蠻成功的 因為要擊落一個氣球沒那麼簡單 那美國把他擊落下來了 也有政治的因素 表示非常重視 中共這一次施放他的科研的氣球 對美國主權的一個侵犯 他要這麼說 那第二件事情 表示來印證美國在軍力這一方面 能夠擊落在20公里高的這種高空氣球 他的困難度 美國可以克服 他可以駕駛救手 事辦 功倍的來伸張他軍事上的戰力 跟他軍事的影響力 對 在拍那個 有點像馬克杯 大馬克杯 可是我們又不是蠻老的 你說用飛彈 飛彈指頭的氣球 那不要啦 那個都是拿 好像拿那個賓士車機 都毀了 所以他那個小的 那個 寶馬 好 等一下 因為您之前就是說 在空中 其實有看過就是說 中國的票關係 幫我們講一下那個狀況是怎麼樣 在空中的時候 有時候因為季節的關係 它可能是 探空氣球 也有可能是一座偵查用的這個氣球 因為它隨著東北季風 尤其是在冬天或春天的時候 隨著是 因為我們知道大陸冷高壓 高壓大 它是從高壓流到低壓 剛好從大陸放飛到經過台灣海峽到台灣 那也可能是探空 也可能是偵查 那我有看到 那大概大概像大巴士 大客車那麼大吧 那下面有駝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大概也不會很大 像個大茶壺那麼大 那可能是偵查 可能是做這些探測 然後它要把這些訊號 送回中國大陸做分析 所以我們在空中 我相信可能也有其他的飛行員 也有類似的經驗有看到 我其他在飛行的階段 我也曾經有看到高空氣球 雖然它不是去 那是有的時候是專門攔截 但是也無意中也有看到高空氣球 它是半透明狀 那我們是怎麼應付 如果說看到這個 那我們要報方位 它的高度 它看到高速都滿高的 大概都一萬公尺以上 可能到達平流程 因為它高空的話 可以看的範圍廣 它的梯度大 範圍大 可以這個樣 然後 你把這個方位 泰康的方位報出來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作為 可以 這給戰術管制官 或民航管制官 快做參考 他會 如果在航路上 他會給民航機的通報 附近有高空氣流 請民航機的飛行員 要特別謹慎 不要撞到高空氣球 因為撞到高空氣球 也會亮成飛行事件 他可能也做這些通告 他有這方面統計的必要 因為這個 它高空氣流 還有把這些高空氣球 來帶送的狀況之下 它會 它是沒有這種 航路的這種 它會到處飄嘛 隨著季風來飄 那我判斷 有的時候 這種高空風 或者噴射氣流 它的速度大概是 60公里到150公里不等 你看在哪個空城 還有在哪個季節 還有在哪個緯度 都不一樣 那緯度越高 噴射氣流是越明顯 那它還會隨著季節變化 當在冬天的時候 它會因為 它的整個高空風的環流帶 會向南邊偏移 夏天的會向北邊修正 它這個跟緯度 還有跟季節都有關係 然後這樣的話 它氣球的這種投送點 它可以考量這些變化 然後在固定的地方做投射 然後通過哪個地方 現在電腦非常的方便 可以按照電腦 把以前過往的大氣環場 來做統計 然後可以預測它飛行的路線 通過哪個地方 現在我想 現在的科學的層次 科學的程度 已經到達這個地步 然後再加上現在人造衛星 非常的發達 它把這些訊號通過人道 發送到地面指揮站 那就收集到相關的資訊 來做分析 來做甚至可以到軍事的用途 或者是太空的用途 因為這次美國選擇把它打下來了 那我如果說像 因為我們可能面對這種 比如說高空氣溶危機 你是建議說 我們一樣要把它擊落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我認為做防範比擊落好 因為擊落有它的困難度 因為它是半透明 你拿那個飛彈是沒辦法爆炸的 對 你要盡量拿鋸炮去掃射 那個炮彈可能有時候會 彈落打到掉到地上 而且飛彈都很貴的 你拿飛彈去擊落一個氣球 算是四倍功半 對不對 那你要注意到防範 最重要研判它是什麼樣的性質 它能夠探測到什麼樣的機密 那如果它掉的是一般的這種 這種偵察裝備 那我想對我們的這種 所造成的損失 還不如人造衛星 因為人造衛星 它經常每一天都有 十幾二十顆的偵察衛星 中共的偵察衛星通過台灣上面 可能這個氣球 只是對它一些補強的情報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死角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發現而已 那其他的都已經被 我們所講到的中共的偵察衛星 所收集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氣球只是做個彌補 那我們只要做防範 還有做一個非常安全的 這種提出的飛行員 多注意到空中的這方面的警戒 以免撞到了高空氣球 也會造成一些飛彈的意外 等等 大概就這些用途 那我們有需要放 施放一些高空氣球 也是要做攔截嗎 那我認為那是看國防部 看國防部有沒有必要發展這些氣球 我認為將來氣球的用途會更來更廣 因為它比無人機更廉價 而且比無人機更高 流空的時間更久 它可以跨洲飛行 像從大陸漂到美國的 最少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隨著高空風 因為現在是吹西風 吹西風剛好由西向東吹 吹到經過太平洋就進入美國了 那經過兩個禮拜多的半個多月的時間 那就到美國 那它留的時間 任何的防空氣 這種包含無人機都沒有辦法達到 能夠留空時間那麼久 又那麼廉價 也不會造成人民 這個飛行員的這個生命的損失 那這樣的話將來在這方面運用 可以彌補人造衛星的不夠 因為穩造衛星畢竟太高了 距離地面最低都是兩百多公里 最高都是七八百公里 七八百公里 那如果是同步衛星的話 到三萬六千公里 那更遠 因為越遠效果會越差 它的電子光學 因為遠端你要望遠鏡 望遠鏡效果畢竟會差 那個高空氣球 距離地面只有十到二十公里 就是一萬公尺到兩萬公尺 大概兩萬公尺上下 那看地面看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冷風一過近 垂直冷鏡度非常良好 這時候最適合做勤收的這個季節跟時候 那如果能夠在這一方面 能夠彌補到無人機 跟人造衛星的不夠 那施放高空氣球 尤其偵查的用途的高空氣球 會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 軍事上情報的收集 所以它的這些建軍 或者它兵力的調整 或軍事的運用 都能夠補強補它不足的地方 所以你剛剛說比較耗發的季節 就是比如說他們高空氣球 跳來台灣的耗發季節 是在冬天嗎 對 在冬天或者是春天 這個時候大陸冷高壓比較強勁 吹的是東北季風 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變成太平洋高壓比較強 是由太平洋吹向大陸 我們都知道颱風經過太平洋 要吹向大陸 那這個時候 反而是對台灣是有利的 所以釋放高空氣球 有時候要看季風 看季節 然後針對你要去的地方 是在你的東邊還是在西邊 那緯度的高低 那你釋放的地點 就要隨時做做調整 現在可以做電腦做預測 台灣這邊要隨時做調整 我認為可以做調整 你如果要對大陸釋放氣球 那大概是夏季 因為你現在釋放上去 它是往東邊過去了 那大陸在我們台灣的西邊 那要是到夏天 夏天的時候是由 季風是由海洋吹向陸地 那這樣剛好 你要利用夏天或秋天的時候 那秋天一過的時候 那它就是由大陸吹向海洋 你就沒有辦法 因為氣球它是隨著風而去 沒有辦法做操縱 它沒有動力 上面也沒有螺旋槳 也沒有噴射 完全在靠高空風跟噴射氣流 來帶這個氣球的走向 所以說在中國大陸耗發 就是可能比較常發射這種 就是探空氣球等等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話是 要怎麼樣防範 用比較具體的做法 我認為防範你就堅持了 它通過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研判它 它要收集哪一方面的情報 如果是這個電子光學偵察 那靠人造微信就可以了 那我認為它可能對一些電子學 訊號那就不一樣了 它電子訊號收到 它把這些電子的參數 透過人造微信發送到它的指揮中心 還有情報研究中心做分析 那又不一樣了 而且氣球你不太容易發現它 它雷達的回射波非常的小 你可能幾乎是沒有辦法發現 那美國這次發現的是兩顆 那如果中共是放了20顆 你只發射兩顆 發現兩顆 那你有90%你是疏漏的 沒有辦法通通看到 那還要因為角度的問題 還有你雷達戰部署的重疊量夠不夠 沒有辦法發現到氣球 那氣球那過去了 你只做局部的防範 你沒有辦法做全面的防範 那它這樣子中共的情收的範圍 它就達到它的一個目的了 所以我們來看 它是有這些軍事上的用途 當然也可以做太空的用途 因為你發射這些火箭 還有這些太空船 有時候都要有這些探空的氣球 把這些相關的大氣的常數 輸入它火箭 還有它飛彈的電腦裡面 它這樣可以做修正 這樣的話更能夠精準命中目標 或者是太空船能夠精準的 飛進到地球軌道 那這樣的話 它的安全因素會相對的提升 因為資料越多 參考的資訊越多 它所能夠操控的這種太空船 或者是彈道飛彈會越精準 老師 因為剛才其實提到 因為飛彈其實比那個氣球還要貴 那你覺得美國這一次 它為什麼一定要擊落 是不是這個政治的考量 是比較大一點 對 我認為政治的考量 大於軍事的考量 它今天 它打的最少是兩枚的以上的 AIM-9X的這個響尾蛇的 這個追熱飛彈把它擊落 而且它的任務算 我認為是算滿成功的 因為要擊落一個氣球 沒那麼簡單 因為它沒有金屬反應 不太容易做雷達鎖定 沒辦法做到雷達鎖定 你就沒辦法操縱 讓火控雷達發生這個功能 這樣的話 對目標做集會 有它的相當的困難度 而且它非常的高 到達將近兩萬公尺 兩萬公尺對戰鬥機來看 也到它的邊緣 那它要去擊落 在它上緣的這種高空氣球 是有它的困難度 但是美國成功將它 把它摧毀 大概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美國的軍力 美國這方面的科技 是滿強盛的 連一個氣球 很高難度 都可以把它做擊落 這個很 少有這個例子 因為它沒有辦法鎖定 而且戰鬥機對它來看 有它一定的困難度 因為所有的戰鬥機是打戰機用的 打轟炸機 打戰鬥機用的 它打氣球 要不是針對打氣球 所以有它的困難度 第二個它高度夠高 你也很難去 因為飛機飛到越高 它的操控性能越差 在低空因為空氣密度大 操縱非常靈活 正在高空的時候 大氣壓非常小 空氣非常稀薄 飛機的動作非常忙 而遲緩 那在這個狀況下 它要去操作它的載台 去發射武器 擊毀氣球 那有它的困難度 那美國幫它擊落下來 第一個有政治的因素 表示非常重視 中共這一次 施放它的科研的氣球 對美國主權的一個侵犯 它要這麼說 那第二件事情 表示來印證 美國在軍力這一方面 能夠擊落在20公里高的 這種高空氣球 它的困難度 美國可以克服 那美國如果能夠擊控 那麼困難度的 高困難度的高空氣球 那其他的軍事的條件 那不再滑下 它可以駕駛救手 事半功倍的 來伸張它軍事上的戰力 跟它軍事的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來看 是它的政治的意義 是大於軍事的含義 那如果台灣有自己想要 我們台灣也想要擊落 就是高空氣球 我們台灣是有這個軍事實力嗎 那我就認為 這要看他們訓練的程度如何 我認為 我們跟美國這方面的軍事實力 是有一段程度的差距 美國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不見得台灣的國軍可以做得到 因為美國的科技的含量 畢竟超過台灣甚多 那這樣子 那我們要去擊落這個高空氣球 中共對我們這方面的話 我們有沒有演練過 而且我們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那如果要去做是有它的困難度 再說我們台灣的人口密度非常的高 如果這些所發射的飛彈 或者是所擊發的這個機關炮 如果是沒有擊落的話 會落在地面 地面的話可能會打到人 可能氣球沒有打到 到時候再傷到自己的建築物 或者是人民都有可能 所以我都認為 我認為這個要省政來考量 原則上以安全為第一 如果沒有擊落到 反而造成地面的一些安全上的威脅 那我認為反而會因小失大 那這樣的話 我認為要周園的考量會比較好 起不擊落 我倒認為是以安全為考量為第一 為原則 所以我們自己施放高空氣球 這樣攔截是好的這樣子 因為比較建議這樣 我們施放高空氣球 高空氣球不是沒有 氣球沒辦法攔截氣球 如果我們施放高空氣球 我們是可以去到大陸上去做偵查 我們可以從這方面來做研究 因為創新不對稱是我們 颱風防衛作戰的一個原則 那你這樣子 對大陸的勤收 我認為要多手段 多途徑 多管道 多方法 那這也是創新不對稱 我認為氣球上的運用 國軍可以從這方面做考量 因為可以以敵為師 中共以氣球做勤收 我們也可以做氣球做勤收 多了個勤收工具 讓我們所獲得的情報 更周園更詳細 分析會更客觀 那將來在戰術運用 或戰略運用的價值會更高 所以他認為創新不對稱 氣球的偵查的用途 跟他的推廣 我認為有必要 從這一方面來做研究 甚至從這一方面來發展 來建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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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kани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